連標出口誓言反毒決心 由菲律賓川普支撐的總統候選人杜特蒂 選前在馬尼拉造勢晚會上 重申訴貪 嚴打犯罪 甚至有站台支持者爆料 曾有台灣毒銷 想收買杜特蒂也徒勞無功 一名替他站台的牧師脫口說出 曾有被捕的台灣毒販企圖砸五億劈索 相當於新台幣三億八千六百萬元的天價 收買杜特蒂 換取私下放人 但被他斷然拒絕 證明杜特蒂掃毒是真的說到做到 現年七十一歲的杜特蒂承諾 一旦當選會把打擊犯罪列為施政核心 還多次揚言要把十萬名罪犯 丟到馬尼拉灣餵魚 直白粗魯的風格雖然引發爭議 卻也因此受到眾多選民追捧 封他為飛板川普 果斷又有魄力 人氣高當然也成為其他候選人攻擊劍拔 捲入性侵案失言風波 還被對手指控雇用幽靈員工A錢藏有巨款 骨子裡更是不折不扣的親共分子 一旦當選將成為獨裁者 杜特蒂從躺著選到亂箭插滿身 能不能越上總統大位 今將揭曉 主持立山綜合報導